总统杀工人 副首告工人 副首告工人 集结国民党不前 官场工人再次走上街头 大声抗议 2016 2016 国民党别向适选 国民党别向选选 会这么愤怒 就是因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 敲定副总统人选 是前老委会主委王如璇 过去争议扶上台面 两千几万要来 搞我们这人有这完工 他跟那个主价 律师出声王如璇 2012年向签名官场工人 追讨退休金 还编列预算控告 两千多个事业劳工 引发重人反弹 当时抗议民众 甚至握鬼抗争 两千多万请了 80个律师来告我们 他不用花两千多万的钱 跟我们要回去的钱 根本就没差多少 2008年金融海啸 王如璇任内提出 大专生实习方案 从此大学生薪水低薪化 变成22K 甚至一度失言狠批 两万二嫌少 要是没这方案 一毛都没有 因此被外界戏称 是22K主委 两万二 然后可以补助到一年 它是有史以来 最高的一个补助金额 至于最大争议 2008年金融海啸 甚至首创 无薪价 遭到众人炮轰 他甚至还说 无薪价可以低于 最低基本工资 无薪价 在2008年 2009年的 这个达到高峰期的时候 当初的 然后会主委 但是王如璇 面对外界三大质疑 王如璇反击 当时官场工人 是成局提出控告 但他想抢工赴女票的 这一步棋 似乎考验不少 东森财经新闻 江敏欣和坤源 台北报道 沉乐跳票 沉乐跳票 总统没票 总统没票